嗯 这个是 打开看看喽 我来看 什么 恭喜四家四房菜通过了 金贝姆的三段评定 真的 你看看 我看看 好吃 真的 是 等等 等等 我们不是被打了低分了吗 怎么又通过了 什么三段呢 师傅 您是怎么不知道的 今天我从组委会出来的时候 就先去接了叔叔 第一个就告诉他了 是啊 我今天来呢 本来是想安慰你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 秒变 皆大欢喜 我呀 日后会补一个巨大的花篮 为你们表示祝贺 好 好 你跟爸爸一直在联络啊 那可不嘛 我现在跟叔叔可是好朋友 对了 山小姐 那我们是怎么评上的 是这样的 今年的规则改变了 原本呢 是处于保密阶段 连我们这些外聘的评委 都不告诉 这么严谨啊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老方 你还记不记得正道 准备新菜品那天晚上 来了一个穿着格子衫 看起来很呆呆的程序员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已经打烊了 要不您明天再来 我看没到打烊时间啊 因为最近参加 金贝母的评选 所以我们就提前打烊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董师傅 我们开店就是要接待每个客人 请这位客人入座吧 行 那您请坐 好 请 您先坐 坐 哦 我有印象 那天我们都打烊要走了 他特别晚进来 说要吃饭 怎么会是他呢 他可是国内知名 互联网公司的CEO 而且他今天在给我们 描述当天场景的时候 真的非常地激动 所以 就是因为他的评分 才让我们四反败为胜的 对 我今天在整理要邮寄的 评分单的时候 我实在没有忍住 就给大家带过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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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